作词 李宗盛 和我一起飞 寻找那白甜蜜 捆爆了滋味 我们在美丽心路上 一同回归 我的领度空间 突然变得很美 让我笑了真正 爱得纯粹 我和你在一起 总像被春风吹 这种感觉 让我陶醉 时间悄悄转换 我们见得错对 有了一种久违的甜蜜体会 每天都和你 相应在梦寐 最过心来 有多少回 多想你和我一起飞 和我一起飞 把浪漫的心 重新支配 多想你和我 和我一起飞 寻找那白甜蜜 捆爆了滋味 我们在美丽心路上 一同回归 我的领度空间 忽然变得很美 让我笑了真正 爱得纯粹 我和你在一起 总像被春风吹 追过我 醒来 有多少回 多想你和我 和我一起飞 和我一起飞 把浪漫的心 重新支配 多想你和我 和我一起飞 寻找那白甜蜜 捆爆了滋味 我们在美丽心路上 一同回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不紧去坐会儿了 你说你第一次专程来看我 这怎么好意思 我刚好顺路过来 你们这小院挺有特点的 特点 我们院吗 你 你 家费 就是刚跟健美娘分手的那个 你 认识她吗 苏小姐 怎么了 苏小姐 没事 我刚好有点急事 我先走了 再见 什么事那么急啊 下次还来吗 对不起 路上堵车晚了点 我跟田管家联系过了 他们一会儿过来 我看到董事长了 他在小院当保姆 知道 董事长失踪以后 阿姨一个礼拜过来打扫一次 东西都是全的 那马上住人应该没有问题 回到自己家 也许会对她恢复记忆有帮助 也许吧 找找看 有没有什么好的医生 能够治疗失医症 嗯 我在想 如果董事长恢复记忆以后 想到她在别人家当保姆的这段经历 她会怎么想 她怎么想已经无所谓了 最关键是 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加菲了 这个佳菲跟董事长很不一样吗 怎么说呢 那也是一样的 都够操心的 一个逼着我假结婚 一个逼着我振分手 觉得上帝跟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男校 好 喂 袁总 我怀疑啊 卢董事快要找到她了 这么快 这几天啊 卢董事一切尽在我的掌握 她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她不去哪儿我也按兵不动 但是今天一大早 她就消失不见了 所以我觉得她快找到 你怎么还不明白 卢董事知道我在跟踪她 她对我不理不睬 说明她无可奉告 可是今天一早就消失了 这说明她心里有鬼 所以我觉得她快要找到人了 现在全公司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呢 薛大董事长的事情啊 袁总 既然这样 那你就不如再进一步 再明显一点 你说得有道理 那这样只要她一出现 我就形影不离 这个是我的强项 好 保持联系 不父伯母 我是小敏良 咱们见过面呢 还记得我吗 还记得我吗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现在是家宝的丈夫 是佳飞的男朋友 可能已经不是了 我想你们都知道了吧 家宝和佳飞其实是同一个人 我爱佳飞 可佳飞却爱上了别的人 她以为她是自由的 可其实 她是和我青梅竹马 逼着和我假结婚的妻子 我不知道事情没什么 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的脑肤里真的很好 对别人去看我去看 对面是可想的 對面是可想的 我去看 对面是可想的 袁总 我好像没有请你来吧 是吧 这什么意思 我还有些东西没带走 正好过来收拾一下 顺便回忆一下我在这儿任职时候的 美好时光 那就不打扰了 不要急 他们进展得怎么样了 应该快了吧 你说谁啊 你用不着防我 有谁比我更期待薛大董事长回来呢 不打扰了 拜 大家一起追加标准备 陆董事 陆董事 袁芳 过了 太过分了 别这么说 完全是巧合 您犀利 请坐 如果您是一个人 我就过来拼个桌 如果您已经约好了别人 我只是打个招呼 马上就走 我马上就走 幼稚 可笑 太低级了 谁啊 苏妙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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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妙妙低级 我马上走 幼稚 贺大叔 有事吗 我想要跟您说一个秘密 来来来 坐坐坐坐 什么性质呢 当然是私人性质了 而且 这个秘密 体积小 能量大几个字就能说完 但它 却能完全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别说别说 佳妙妙 你让我猜猜看 我 我以前结过婚的 你说什么 你结过 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新闻啊 可这是 我之所以告诉您这件事 我就是希望 您能够帮帮我 让我家把劲恢复记忆 我现在特别迫切 想把以前的事情都想起来 可是 您别担心 第五审那边 我会去说的 佳妃啊 你如果真的是有一个丈夫的话 他这么长时间找不到你 那一定会有秘方的 也许是这样吧 可是我 我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 他找到我还有什么用呢 我回去了 我回去了 还得回去看看安康 家务做得怎么样了 小妹 我有一个提醒 你爱听就听 不爱听呢 就当我没说 你既然是 要父之父 那在感情的事情上呢 我敢能免责免 否则有一天 你万一恢复了记忆 那你留下了一屁股的感情债 怎么去了解呀 你好 结果还 好 我知道了 你记得找人 盯紧了那个派出所 最重要的是那个报案记录 早晚要发现的 好 你去哪儿啊 哎 你现在往南还是往北啊 你反了方向了吧 知道了 亲爱的卢董事 天气不错吧 原方 绿灯了 哎 绿灯了 哎 敏凉 绿灯 好 好 你走 好 好 你 你再好好想想我的话 好 好 那么 好 我 走 走 你们 你们怎么过来了 董事长 你好 我们是来接您的 你们 是来接我的 明良 你又在搞什么花样啊 烧花样的不是我 假暴 小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何大爷 我现在也才刚知道 加飞在失忆以前 原名叫薛家宝 我的妻子 曼曼 给她看看 好 明良 你 你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这种情况 恐怕不能如你所愿吧 你我之间的关系 一是别不清楚 我也没有办法 真的很遗憾 都准备好了 董事长 请您过来看一下 这是你和明良的结婚照 这里是您的各种身份证明 入学资料 个人档案 还有 就医证明 这里还有你在各个国家的住宿 还有护照 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哦 对了 电脑里还有很多视频资料 您可以慢慢看 来 嘉妃 这是怎么了 文科 好几天没见了吗 我说你怎么又来了 我来接我妻子回家 你也可以送一口气了 什么 我重新给你介绍一下 我妻子 薛家宝 她说的这些 都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 你觉得会像是假的吗 妙妙 准备车 把她送去医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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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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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刚 如果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 我不会赶他走 我更不会跟他分开 即使我真的死了 那么到死 我也是一个幸福的人 或许他说的也可能是真的呢 你觉得是真的吗 那些照片 视频 还有那些文件 难道都是假的吗 安康 那个人是薛家宝 那个人不是我 现在 你要好好想想 你要好好想想想你自己 是家妃还是薛家宝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两片树叶完全一样 家妃 你 真的是失忆了 我跟你说 第一是乃新 第二是乃新 第三还是乃新 难道我们只能这样听之认知呢 如果他一辈子记不起来了 难道还要在这当一辈子保姆吗 就这样过下去了吗 当然不是 这么多的证据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他竟然全然不理 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我看他是提了心 要在这儿过下去了 什么家族 什么名誉 什么丈夫 什么企业 他全然不知 我看他一点都不在 敏良 你听我说 你现在太不冷静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要轻易对任何人 任何事下定论 尤其是家妃 他不仅仅是家宝 他也不仅仅是 跟你分手的女孩 他还是一名病人 你要宽容一些 在来之前你还跟我说 要帮他找医生看病 可现在呢 你完全被感情所谋蔽 说得没错 我一开始见到 好像什么都不记得 这剩下气愤和委屈 还有难过 妙妙 你想办法 带他去看医生吧 好 妙妙 妙妙 你怎么来了 这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不会不知道吧 你们认识 上次你喝醉了 我用你手机找他帮过忙 没告诉你 那你们聊 我先进去了 如果你真的走了 这个小院 也会变得不一样了 家妃 我是苏妙妙 我能不能进来说几句话 你要躲到什么时候 还是听听他说些什么吧 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听 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听 就你一个人吗 就我一个人 家妃 家妃 就几句话 我只是一个助理 别为难我好吗 现在真的不知道 这是谁在为难谁 等等 这条项链 你应该认识吧 这是在医院 帮你做治疗的护士 给我们的 好像是有这么个东西 原来是护士捡到的 你还记得 是谁给的 这条项链是敏良的母亲 给她儿媳妇的见面里 在公司的走廊上 敏良第一次给你你们药 后来在婚礼上 敏良亲自把这条项链 带到了新娘的脖子上 这条项链是这条项链 和甘奋 这条项链是 有几项链 带到的 在一条项链 每次 一条项链 5次 坏链 2次 嘉妃 行了 你还是走吧 我没事的 我没事 你没事吧 我好像想起了一些什么 可是又很模糊 您的身份不会因为事意而改变 静怡是属于自己的 拒绝也没有 你现在需要的是治病 绝了 灵灵 真是绝了呀 你的新女朋友 就是你以前的旧老婆 这也太天方夜谭了吧 这事能让你碰上 哥 这就是命 行了行了 少慧 这来回来去就这么两句话 这江先生自己的事 用得着你咱这天有假的 姐 你给我留点面子 你咱面前别老训我 米凉 这是我姐 少盈 你好 这我不听见嘉飞跟您这事 我心里挺踢得着急的 为什么 这两天 嘉飞心情波动比较大 这不昨天晚上还离家出走来着 怎么了 这现在 在碰见这样的事 我怕她心里承受不了 怎么回事 没有的事了都已经 过去了过去了 过去了 嘉飞的事就是我的事 刚还劝不了呢 怎么突然间离家出走了呢 这这这 小大小闹的没有了已经是 好 到底怎么回事 江先生 您还不知道 嘉飞跟安康的渊源呢吧 姐 我看呀 这事还是让嘉飞自己跟您说吧 这旁人说三道四的 万一哪一句 说得不正确 不恰当 就不太好了啊 抱歉啊 江敏良 嘉飞现在很痛苦 就别再逼他了 想不起来 你逼他有什么用 问题是 他脑子里要有记忆才行 所以求你再多给他点时间吧 他为什么不自己当面跟我说 你还不明白 因为他不信任你 心虚 也是应该的 稍后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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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经准备好了 走吧 走啊 快点 我不去 那是大家的一番心意啊 什么心意啊 我看你们都巴不得 看我的笑话吧 巴不得都想让我 赶紧离开吧 哪有 贺大婶和第五婶 准备了很多东西 少营也来帮忙 满满的一桌菜 就等着你了 还是赶紧出去吧 别让大家扫兴 你说是不是 什么就要让大家扫兴啊 可以啊 你总觉得我是个大家小姐 那我就做一个给你看看 有什么是我能知道的吗 你们要 是有很多事 我本来早就该告诉你的 为什么要瞒着我 瞒着大家 我没有可以要瞒你们 事实证明 卢董事不早就把事情搞清楚 放在了董事会桌面上了 这些都不是我不肯说的原因 我也没想那么多 只因为我是家宝的丈夫 家宝失踪以后 我又认识了一个新的女孩 这样故事的开头 虽然我知道 我跟家宝之间的关系 但你让我怎么说出口啊 这个女孩跟家宝长得真的是太像了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刚开始我还好奇 天底下怎么会有那么像的女孩 可后来我发现 家飞跟家宝之间 有着不一样的气质 这样的气质 深深地吸引着我 以至于我会突然间想去见她 别问我为什么 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你说得很对 我真是太笨了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像的女孩 怎么会有呢 她为什么会经常去我小时候喜欢去的游乐场玩呢 因为她就是家宝嘛 你知道上回怎么形容这件事吗 天方夜谭归是神差 真的像家宝说的一样 我有时候笨得跟猪一样 可我现在才发现 我比猪还笨 所有菜就只有这些吗 嗯 差不多了 一五指说 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 快去吃 以前兴许是爱吃 不过现在也不见得合口了 为什么 你们以为什么都猜对了吗 我有那么好伺候吗 我得横挑盘子树挑碗 不然你们这些人 怎么能够明白 什么叫大家小姐呢 快快去吃 静一静静一静 我没说错吧 我没说错吧 家威啊 是在瑞士啊 念的中学 看看 修的是法语和英语 看我的判断 准确吧 准确吧 写的就是画摩斯了 行了行了 你这时候 用不着你高明 快吃饭吃饭吃饭 来 我们祝贺家飞 终于找到了亲人 弄尽了身份 来 来 来 这么说 你们就这样 全部都相信了 哎 家飞啊 这可由不得你不信了 啊 啊 你看我早就看出来了 这家飞他怎么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人呢 不可能啊 啊 看他那学识风度 看他的气质和仪态 啊 那是喝了很多的洋墨水啊 啊 再说 他又是大集团的董事长 什么天上地上 什么没看过对不对 哎 家飞啊 你得尽快地恢复记忆啊 不错 你说你这么好的命 就生生地把他给忘了 多可惜啊 哎呀 你说什么呢 什么话呀 什么天上地下的 你以为家飞在干嘛 冲锋陷阵呢 吃就吃吧 凉了快吃快吃 家飞快吃饭 别听他们说 这我倒同意喝大叔的 你说说你 那么好的绅士和佳燕 你怎么全能给忘了呀 这要换作是我呀 甭管是出车祸还是坠楼 凡是属于我的 我都会记得一清二楚的 家飞的记忆总会恢复的对吧 以你现在这个条件 不管是治疗还是疗养 都随你挑 肯定会恢复得很快的 如果我一辈子都失忆的话 那我还能不活了吗 你要是住一辈子 也不会选我们这种地方呀 你呀有公司有丈夫 有房子有车子有票子的 他们怎么会让你跟我们受苦啊 再说你是大董事长 是大家心目中的大小姐 这天天跟我们横挑盘子 竖挑碗子 这按看和两个孩子也吃不消呀 好啊 既然你觉得我说了算 那我想住哪儿就住哪儿啊 你要是看不惯的话 把房子卖给我好了 你口气倒不小啊 顺眼的话 你把我这邻居也买走算了 可以呀 那我买了 少辉 今天是不是有喜事要跟大家宣布啊 我 我没有啊 你看看看看 脸都红了 快说 她叫什么来着 叫妙妙 妙妙 大家听到没有啊 女朋友妙妙 还不是呢还不是呢 什么不是啊 吃快吃快吃 来来来来 这样来来 大家呢干一杯 来来来干一杯 来来来 加杯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啊 来干一杯干一杯 来来来 好好吃啊 那个时候 喂 是我 我 找到了 你不用担心 说来话长 回头联系你 好的 卢董事也确定了地址 很快就会找过去 不过我相信现在的加菲 对付卢董事应该没有问题 或许暂时还不用担心 如董事 不过我想 真要找回家宝 路还很长 要怎么办 再好这样的心情 不能平静下来 不能像之前一样的 承订 是爱的话怎么办 和我在一起你的心情怎么样 像我一样紧张吗 一样的信仰的我 一样的想法 和我一模一样吗 这是爱吗 不同不同 我讨论 还是继续紧张 爱你了 我 这么一见到你 我 就只能看到你 这只是 Long Love 喜欢你 喜欢你 很喜欢你 不管怎样的你 就因为是 你爱喜欢 这是爱吗 不同 不同 我讨论 还是继续紧张 爱你了 我 这么一见到你 我 就只能看到你 这只是 Long Love 最初 连你的想法都不知道 照顽不到对你发谎 某一天 看着你看我的眼神 我不知不觉到 通耀了 喜欢你 那位别人 的语气 喜欢你 那杂志的表情 很喜欢你 不管怎样的你 就因为是 你爱喜欢 这是爱吗 不同 不同 我讨论 还是继续紧张 爱你了 这么一见到你 我就只能看到你 这只是 不愿意 就会 你 这是